好 点到平均值的这一格 然后呢 我们到公式的标签进来点一下 好 标签进来 公式 点一下公式的标签 先看看啊 最近用过的函数里面有没有这个值 有没有这个函数啊 点一下去选AVERAGE找一下 有没有 有 在这里对不对 AVERAGE 好 看到了就把它点下去 好 各位 那请问一下 它里面啊 已经事先帮你把范围选起来 请问这个范围对不对啊 对啊 对还是不对啊 你看一下 你的画面有没有跟我一样啊 你的画面有没有跟我一样 然后你做的有没有 你有没有跟我同步在做啊 B2到E2对不对啊 没有错啊 这个四格啊 好 好 所以既然是没有错 我们就依着这样的一个范围 我们就按确定 好了 以后啊 滑鼠放在右下角的格子上面 快速点两下 滑鼠左肩 有没有 哦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底下的 这是算每一颗的平均值 好 点一下这一格 哦 点一下这一格 好 一样用刚刚做过的那个函数 刚刚用过的函数 哦 最近用过的函数点下去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的了 AVERAGE 哦 平均值哦 好 把它点下去 好 一样先确认一下范围 对不对啊 B2到B6 嗯 好 没有错 它的范围 帮我们选起来的范围是对的 哦 冒号就是到的意思 好 按确定 这次呢 就不能往下点两下了 不能在右下点两下 因为点两下是往下跑的 所以这次呢 你要按住右下角 按住它哦 按住右下角点 拉到这边 哦 这样拉到这边哦 好 接下来看下一题 那下一题啊 各位请注意咯 合计是哪个函数 啊 对 它意思就是说 请你把每一家店的合计啊 先算出来 这一格算出来 第二个 第二家的台中店的合计也算出来 第三家高雄店的合计也算出来 然后请你呢 在底下算出三家的总平均 总平均 也就是把这三格加起来 除以三的意思 好 所以我们用平均值就可以来算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请各位呢 麻烦各位先把这个合计啊 这三格的合计啊 请你先把它算出来好吗 好 请你用sum先把它完成一下 然后我们再来算 它的平均值是多少 好 我们再来算做一下 上次有做过对不对啊 所以应该有印象吧 答案已经在前面了 这三格的合计的 你看一下你做的有没有跟他一样 然后呢 当你把这三格的合计都做出来 现在我们来做这三格的平均值 也就是三加平均值多少 好 来我们开始了 三格的合计算出来了吗 好我们来做一次 所以请各位第一栏 里面的范围先删掉 第一栏就给第一格点一下 进来到第二栏点一下 游标一闪一闪的 再去把第二个合计点进来 第三个栏位呢 点一下游标一闪一闪在里面的时候 再去把第三格点进来 好就这样把一栏给一格 一栏给一江 所以三栏就三个格子 一共有三个栏位 好OK了以后 这三个栏位呢 各位你看一下 第一个核计在第二栏 第一个核计在第一栏 第二个核计在第二栏 第三个核计在第三栏 他就会主动的把这三个栏位相加出来之后呢 会自动的除以三 得到我们要的答案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好答案呢 3103 3103333 因为数不尽的关系 3103333 我想 哦 各位你自己看一下 他没有小数点 都是整数 不出吧 不出版不出版的 我们要先给五洲计算 less 4